最近罗洪洪成日说新冠疫苗会引起心脏发炎 今天就跟大家深入谈一谈这个问题 主要有机会引起心肌发炎就是MRNA疫苗 MRNA疫苗就包括Moderna疫苗 Pfizer疫苗或者叫BioNTech 或者这边叫复星复必泰 最初以色列发觉有些人打了疫苗之后 多了会有心肌发炎的问题 心肌发炎是什么呢? 心肌发炎就是心脏肌肉发炎 大家知道心脏肌肉是胸心的 就像泵一样 主要是泵血的功能 它由心脏肌肉细胞组成 心脏肌肉细胞和其他地方的细胞很不同 因为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可以有节奏地收缩 它有这样的特质 就令到心脏可以维持不断跳动的功能 如果这些肌肉细胞 什么因素都好 如果没有发炎的话 那么它这个收缩的动作 可能就会受影响了 所以那些病症就跟这个有关系 凡是你的心脏肌肉发炎的话 可能跳动的频道就会搞乱了 可能就会乱跳了 所以其中一个心肌发炎的病症 就是心脏好像爆爆爆爆爆爆 或者是乱跳跳的太快跳的太慢 第二,它也可以收缩的时候,力度不够 它泵不完血,就会有些血迹在肺里 就会呼气不顺,或者很容易喘气 第三,大家都知道,心脏有三条主要的血管 供应这些肌肉,就是说它自己泵回血 给自己的肌肉去用 如果肌肉泵血的功能差了 少些血经过冠状动物的话 如果冠状动物不够血,就会引起心口痛 他们发觉这件事不是所有人,连续的人都这么平均会有 不是打完针后,60岁又有,20岁又有,不是这样的 它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年轻的人,16到30岁之间 16岁之前会不会有呢? 其实不知道,因为初特都是16岁以上的人打 但是发觉年轻人好像越多 现在又说要小孩都打完 所以有一件事就会担心 会不会小孩都有这个心脏肌肉发炎 因为如果心脏肌肉发炎,好像很大很小 它有一个特质,就是男性多过女性很多 打完第二针之后,发生的机会就多很多 只打了第一针,就机会小很多 一般就在打了针之后4天之内产生的 大部分真的打完疫苗之后,产生心脊肌肉发炎的人 多数都是病征轻微 这个心脊肌肉发炎就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病来的 很多其他原因都可以引起心脏肌肉发炎 这个其中包括各样的病毒感染 最常见是我们有些叫Koksaki Virus 很容易引起心脏肌肉发炎 甚至乎水痘的病毒 水痘都是过类性病毒感染 水痘都可以有机会,虽然不常见 引起严重的心脏肌肉发炎 甚至心脏衰竭的 男性感冒的病毒 少见些就是抛认的病毒 都有机会引起心脏肌肉发炎 另外会引起心脏肌肉发炎 亦都包括了COVID-19本身 如果天然感染新冠状病毒 一样有机会引起心脏肌肉发炎 如果这个新冠病毒疫苗 MRNA疫苗真的证实了 会引起心脏肌肉发炎的话 它不是第一种疫苗会引起这个问题 其实之前已经有疫苗会引起心脊肌肉发炎 这种就是smallpox天花疫苗 天花疫苗曾经在美国帮军人打 为什么会打军人呢 因为怕敌军将天花病毒做生化武器 所以尝试帮军队打这个疫苗 军队通常有很多年轻男性 他发觉有一部分军人打了天花疫苗之后 就有心脏肌肉发炎这个现象 那多数都很轻微的 又不严重的 究竟为什么打疫苗 又会有机会引起心脏肌肉发炎 那些过滤性病毒 一大堆的病毒感染 都会引起心脏肌肉发炎 原理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现在未完全了解 但有些人估计就是说 当有这些病毒感染我们身体的时候 如果它引起一个很厉害的免疫反应 抗体升得很厉害的时候 就有机会自己打自己 破坏了心脏肌肉细胞 疫苗也是 因为疫苗打下去是无疑一个真实的过滤性病毒感染 那个免疫反应如果是很强大的话 有时强得很厉害的时候 又是会太厉害了 就破坏了自己的心脏肌肉 好了大家了解了这个心脏肌肉是什么一回事 之后我们就看一看 究竟打了疫苗之后 产生这个心脏肌肉的问题 以美国的病毒感染的情况 当有10万人计算 这10万人 如果你完全不帮他们打任何的疫苗 这10万人里面 天然感染新冠状病毒的人 最终可能有1300人感染新冠状病毒 这1300人里面 跟我刚才说过 天然感染新冠状病毒的人 有一部分人 一样会心脏肌肉发炎 美国医学期刊 有一个文章 他研究一些 不是我们普通人 他研究一些大学的运动员 研究他们感染了COVID 之后有多少人 最终会有心脏肌肉发炎 那你说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研究呢 原理就是 大家间中都听到有些 就是专业运动员 在运动的时候 比赛的时候突然撕死 有部分人 是因为国阳的病毒感染了心脏 之后不知道 在运动劇烈的时候 就撕死 COVID也是一种过滤性病毒 究竟这个COVID 会不会引起心脏肌肉发炎 如果有的话 有多少人会有呢 这个研究里面 有1597个运动员 全部都感染了新冠病毒COVID 最终有37个人 是有心脏肌肉发炎的 这37个人里面 有9个是有些明显些的病征 有28个人 其实是没有什么病征 还是不知道的 他是要用一些很复杂的方法 磁力共振 他照完一轮才发觉他有的 有些人有了心脏肌肉发炎 是完全不知道的 虽然说我们一般人 又不是运动员 但是这个研究也有些参考价值的 就是说 COVID本身天然感染之后 有一部分人 是会有心脏肌肉发炎的 他不是很多 但是也有的 这些人里面 有些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好 如果这10万人 全部都打了这个MRNA疫苗 最终有多少人 会产生心脏肌肉的问题 最终这10万人里面 有两个人 会产生心脏肌肉发炎 大部分都应该是很轻微的 大家可以比较风险 就是说 不是你不打针就没有风险 你不打针的话 那你要有一个相对大了很多的机会 感染COVID 感染COVID之后 也是本身会引起心脏肌肉发炎 就是等于AZ疫苗 牛津疫苗 牛津疫苗 你说会引起这个血栓失 当然这个是证实了 但是这个机会很低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你不打牛津疫苗 你去天然感染COVID的时候 本身都会有血栓失 可能会更加大 大家要知道的 就是说 MRNA疫苗 是真的有很大机会 都会证明到 是会有少部分人 会引起 轻微的心脏肌肉发炎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你天然感染COVID 也会有机会引起心脏肌肉发炎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